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那我们这一期就要继续我们上周没有讲完的 大哉问,大家来大哉问这个里面的内容 那第一个,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就是 老师,请问符法真的有用吗? 符法这个东西你要看哪一种 看哪一种,这个是有差别的 当然大家会最关心的就是你能不能透过这个符 就像我们电影里面有一张符 你就可以招来什么那些 很奇怪的东西,或者是给你下吹命符 吹勤符,或者是怎么样 或是各种很奇怪的作用去伤害别人 这个其实符他是有他存在的一个根据跟他的效益的 诞书 比如说来讲好了,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 老师其实过去的视频已经讲过了 这边跟各位重复一次 符他本身是一张船票 上面记录的是说这个事情他要来办什么事情 他是一个其实是一张记录纸 所以你真的认真去看符 不是把它包起来的 你真的把它摊开来看了 他上面都会记录这张符是来干什么的 他那个符头 然后那个符手 然后符胆 还有一个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 不要讲出来 那左右边以后其他元素 他基本上他会清楚记录到 你这张符是来做什么用的 那么请问一下 你今天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 假设你在美国你拿一张纸上面画一个富兰克林上面写的一万 请问一下这张只能不能成为钞票 不行 当然是不行 因为他没有法常效益 他没有被背书过 所以说你要让这张符有效果 不是你画出来就可以 而是必须算你有得到相关的资格 你画出来才有用 当然在我们这些法师 我们会有一些法宝 比如是说我们的燕条 你还有这个是书符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特殊的墨 还有就是燕台 还有水 符水这个东西都有 都是有讲究的 最重要事情是你要根据三界之间 我们要经过一定的 寝室跟一些受 受证的一个仪式 你才能够拥有画符的一个权利 你画出来的 在你合佛 你允许范围之内的 它是有功效的 比如说你一般的老师 他可能刚刚拜师学会 他可能可以画一个什么符 他可以画一个平安符 或者是麒麟符 或者是那些自煞符 这些东西它是有level的 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 就算你不到那个阶段 你画出来的符是没有用的 你再往上一点 你可以再画正宅一符 或者是一个驱邪符 等等之类 慢慢往上 你到很高级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来下一个 催命符 催情符之类 等等的 这其实大家最关心 但是这个事情是极难做到的 因为 画符的人他要付出的代价 你可能比你 比你受到的伤害还来的大 我们就简单来讲好了 在历史上的暴武军 比如是说 最喜欢九族萧萧乐的是谁 比如说就是 一名太祖朱元璋 对不对 他最喜欢哪一个九族萧萧乐 他的明朝 那个几大案里面 他就让几万人 甚至十几万人 直接九族萧萧乐 直接抹得干干净净的 对不对 后面还有他的 他的儿子的静难之意 是不是 Judy Boy 他就把他的所有的那些反对他的人 也给你九族萧萧乐 是不是 那这样的人 难道他被他萧萧乐的人 他没有人去恨他吗 恨他的人他为什么 就不直接请一个 怎么高深的老道 来帮我们一家平反冤居 是不是 画一张符 让Judy Boy直接爆炸 云地爆炸就好了 是不是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还活了几十年的时间 还五度远征蒙古 对不对 代表说 这个东西你要去轻易的取人性命 或是造成不好的影响 并没有这么大容易 要做你也得付出相对的代价 相对代价就算 造势的这个老师 或者这个术士 他牺牲他自己生命 你可能都 没办法达到这件事情 因为 这个 能量恒定原则 你要别人受到什么 你就得支付些什么 所以说 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是说 你可以等价关系 大部分都是你付出的 比对方受到的还要多 那你怎么可能去 带到这件事情 假如刚才讲的吹命符来讲好了 你能够付出比对方生命 还要跟更昂贵的事情吗 不行 因为你生命跟他生命是对等的 所以你没办法去牺牲自己状况之下 然后又有能量去吹动他 去伤害别人的生命 而这个是有困难的 那你有没有办法 再做成负面影响的 比如说头晕目线 或是找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或是一些好兄弟 去对方去闹 这个是有这件事情的 但是 同样的 你在驱使的过程之中 你还是要不断的支付代价 或是你一直坏养着 然后接下来要支付代价 然后这样子 这样才能够有办法去驱动 说实际上他有没有用 他是有的 我不能说这没有 他其实事实上是有的 那这个如果被弄怎么办 我们一般人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其实这个是有办法去化解的 那化解方法老师先来告诉你 第一件事情 自救就很简单 哪一碗米 家里面加了盐 然后你1比1就可以了 不要1比1 你米1 然后盐大概 米5 盐1就可以了 20%的盐就可以 不然到处都是盐白 你要来收拾 搅一搅 然后加一点过滤水 或者是你的质爱水都可以了 就是不要煮熟的水 你不要把它煮废 就是生水 然后就把它货一货 然后到自己身上撒一撒 或对方身上撒一撒 这个就可以解开来了 基本上 这个化这个符合去伤害别人 他一定是要派一些 你们看不见的东西 他才能有此心作用 这个是会有的 这个也是会有的 这样撒一撒大概就可以破解了 这个事情其实没有这么复杂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还很不安心 你觉得我自己傻 我觉得不可能 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第二个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去你附近的大庙 那大庙就是说 它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那个尽量找信仰中心 不是很建议找坛 或者找一些小庙 不是很建议 因为毕竟大庙它是信仰中心 那个神明的能量是会比较强大的 那就请神明做主 如果他有没有有的话 就想他把你化掉 这个东西你不要说什么 要去挑大神的 或是说鸡筒什么的 才能够帮你解 神明说有 他就可以帮你解 没有解不开的事情 因为他是神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是神 他就可以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如果你 你可能身在国外 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怎么办呢 那基本上你就是 只要有这个 盐米水就去扫一扫 基本上就过了 基本上就过了 这个其实不难 实际上有人就拿是说 用这个给你吹命符吹金符 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坏坏就坏开 第二个就是说 他要去动这些事情并不容易 他只能让你可能不舒服不顺 但是他要伤害你的状况 或是迷掉你的心智 这个是有 但是他付出的代价 其实是很高的 过去比较多 现在很少 为什么 因为过去那些师傅 他是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做这一行 通常他可能其他都没有 其他谋生管道了 所以说有人愿意支付 他高额的价格 他可能就愿意去做 但是现在可以挣钱的地方太多了 你知道吗 可以赚钱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说他就不可能 就是说他牺牲他后面其他的东西 来就为你帮你达到这件事情 你付出代价 跟他可以从其他地方得到的 那个是不对等的 说实在 那个是不对等的事情 只有穷越穷的老师 他才有可能越去做这件事 现在没有那么穷了 不要说那些老师很穷了 你现在要找徒弟 都没那么容易了 为什么 以前你一个师傅 你要找徒弟 那个西家带一句来给你求 给你跪 现在两招徒弟 人家还看不起你 那富汗有没有用 有 但是他的伤害性其实并不高 那只要你是 加上如果你本身 你是有诵经习惯的 或是你心本来就是善人的 你就发的是善心的 讲的是正面的话的 那你身上的磁场都是正面的 那别人要去对你做的一些伤害 基本上他的磁场就没办法影响到你的磁场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喜欢骂人 喜欢抱怨 然后喜欢去伤害人 想一些外星扭巴的事情 我告诉你 那这个伏法对你来说就会有效 效果就比较强大一点 这个能量 它其实是一个守恒定律 你是什么样的磁场 你容易遭受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你AN你就说不到FAN FAN你就说不到AN 这个是这样的概念 好吗 好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就是 黄指教这种人会不会有什么报应 其实老师说 这个真的是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事情 那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天金老师问我是说 你知不知道黄指教这件事情 我说我知道 他们就是事实上藏了一些那些东西 还有你放心 那些他被搜出来的名单里面没有我 没有我放心 我不在他们的这些客户名单里面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网站 我知道会不会去买 也不会啊 没那么无聊的事情 好吧 那相当这种 其实老师啊 这个职业性的一个使然 我看过这社会黑暗的东西 跟这事件的阴暗面 是远比黄指教 根本是严重上万倍都不为过 我说实在 但是我不是为他洗地 他这样子的人 心思已经烂掉 他的心已经腐败了 所以他未来等待他的 就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下场 这个老师可以跟你确定 因为他的心已经扭曲了 他已经扭曲了 他对这个欲望 他屈服在欲望之下 所以说他的意念已经扭曲了 所以他的面相 其实跟他以前刚出道那种 清准样子是不一样的 他整个理已经开始扭曲了 他后面因为你的思想扭曲了 当然地府给你的一些回报 那当然就是一定有一定的刑罚 但是说他是不是罪大恶极 他是罪大恶极没有错 但是与老师所见过的罪大恶极 他还差得很远 你为什么他很坏 坏真的是很变态 他真的很不应该 但是这世界上黑暗而已还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皇子教会不会有报应 他会有的 只是老师在世界爆发之后 我不喜欢消费别人 那只能在这边 大家有问的时候 老师只能跟你讲 像他这种人 这个心态已经扭曲了 未来除非他真的大恶大恶 还有受过法律制裁 不然之后他要整个人生 你要恢复成原状 那个是不可能的不说他是社会性死亡了 就光他的心智已经扭曲到 他自己每一天都测验在那里面 都会很痛苦 他会越来越陷入到这种阿修 罗斯慢慢堕落到一个恶鬼道的一个状态 其实老天给他的惩罚 他已经开始了 其实不是说我们司法还没给他审判而已 老天给他的审判都已经开始了 他已经会感到非常的痛苦的状况 这个其实放心这个善恶到头终有报 他一定会受到他应该要承受这样子的报应 那个是会有的 即使他没有出手 即使他没有出手 既然你的翻译跟你的思想已经扭曲了 那么这个事情已经是不行了 好吗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他是一定会有报应 这个是绝对是不行的 但是这世界上比他黑暗的还有很多 我们就说一件事情 他下单的那个网站 请问执行的这些人可不可恶 黄指教非常可恶 但是开网站那个人 跟去执行他们这些客人所下订单的这些人 这些人会比黄指教再难受一万倍 因为他这样子的惩罚 那个是无休止尽的 如果你真的是在做网站的相关人 老师劝你是要善良 你真的应该回头是岸 不要再做这些伤天害脸的事情 伤天害脸的事情老师见多了 在地狱里面见多了 连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趁你有肉体的时候 回头是岸 不要跟我讲这些供需求要求 你们是针对的那些未成年的 你们针对那些是不知情的人去下手 这个是最可恶 而且是最大恶极的事情 人的智慧不是给你用在这个方面 好吗 好 第三个就是说有人跟老师讲 老师那我是 我已经你 我正常你的老师 但是我是信教的 那什么教我们都不说了 我是信教的 或是我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 甚至说我以后都出家了 对不对 那你这些算命的玩意儿 对我是没有用的 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 很多人对这个抱持很好的信心 抱持了很好的信心 老师也觉得有信心是很要紧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就请问一下 你信不信教跟你是不是男生女生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嘛 因为你是男人就是男人 你是女人就是女人 对不对 你是喜欢同性就喜欢同性 你不会因为你信教就喜欢异性 是不是 我没有说错 就是这个有些事情是天生 他不会改的事情 对不对 跟你信什么是没有什么关系 跟你去从事什么职业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算命准不准 跟你真的是跟你信什么宗教 他们一点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跟什么有关系 你有些人说老师我的确我信教 我出家之后我根本算不准 那是因为你的思想跟你的行为改变 不是因为你出家 不是因为你信教 而是你选择的是说 克服我自己原来的心性 原来的属性 然后我学习到了一些知识 我懂得去调和我自己 所以是说不是因为信教 你就会算命就不准 算命准不准 不是算命他本身的意涵 我们制作命理这个技术 他就不是为了要准而存在的 你懂我意思吗 算命他本身的事情是文人雅士 还有一些我们先天的一些 老子中传下来的知识 柔和起来 一方面 一方面 这当然是说我们要明白 这个吉凶鬼令 这是一定有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日月星辰的变化 第三个是教化人性 你明知道你有这样子的状况了 那你还不去改 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你还是我身上 老老师意思吗 算命就是为了让你更好 但是你偏偏喜欢让他应验 这个不是老师的问题 也不是神明的问题 更不是哪一个宗教的问题 是你知错 你还继续去做 这才是问题 各位懂老师意思吗 所以说你说算命或是算命到底是对信佛的 或是信教的或是出教的 但你准不准 都不重要 因为他该准就会准 他会不准的原因就 让你自己能够趋吉避凶 让你的行为可以说的洗恋 让你思想能够思维能够提升维度 那么这个东西他这个命的基本盘 他就可以跌床价物让你越来越好 比如说八字有用神 什么是用神 就是知道我怎么有地方有缺点 所以说我调后 所以我通关 所以说我用神 我来改变一下我的未来的走向 这个才是我们算命的一个核心基准 我不喜欢就是说每次来大家都说老师很准 我每个东西都应验了 那老师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呢 对不对 我算不算他都会发生了 那你说来干什么呢 你找我算我就希望你能够让自己更好 让自己更好是最重要的 哪怕你今天问我一次之后 你后来改善 然后你运途一路顺遂再也不回头来找我 非常好 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世界人这么多 没关系 你只要好了 你幸福了 你不要再来找我 因为有事情找老师 没生命找医师吗 不会啊 没结婚找律师吗 是不是 就是自己会作战 你会找会计师吗 不会 找师之辈就是你有问题 当然我当然希望你顺顺理理 所以说你要让自己命运更好 改变的是你的行为 跟你的思绪 跟你信哪门儿子的教 跟你出哪门儿子的家 他是他内内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要被一些很奇怪的人去说 哎呀 你命不好没关系啊 你信教父母没关系啊 你来这边 这个是佛堂烧草地啊 你就用运气就好 不是 他都不会这样 你扫地的人 他该去干什么坏事 还是干什么坏事 都是一样的 我告诉你 你以为黑社会他不遭将拜佛吗 拜的可多了 念的可多了 请问他的未来会改变吗 不会 因为他做错的事情 这董老师意思吗 做街上饭客的人最喜欢求神拜佛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最终还是会担讨法网 哎 就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 你就有这个结果 那么你今天信什么教 你有没有依照你的教育让自己过得更好呢 有 那你的你算命不准没关系 因为你就更好 好吧 所以说你信教跟你信佛跟你出家 不见得会改变你的命运 但是呢 你的行为跟你心态改 那么你就有可能越过越好 当然也有可能越过越差了 但是大部分都是越过越好 好吧 这个是今天各位去讲的意思 第四个 去世的亲人会不会投胎成为子孙 哎呦喂呀 你就放过你的家人吧 是不是 跟你勾勾缠 意思还不够 你还勾勾缠很多次 这个几率是有的 好吧 这个还是跟你讲实话 概率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个概率非常低 我也希望你们不要这样祈求 因为人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 我们身体是一个载具而已 这一次 你是我们当为父母兄弟 还姐妹 子女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一世的因缘 请你不要再去期待到下一次 希望我们再续全员 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人要提升 他如果能够提升到其他地方去发 去他的新世界去冒险了 那是再好不过 你不要让他希望重新再来一次人间 然后重新喜恋一次 要面对这些悲欢离合 请问他再成为一次你的侄女 他就不会送你走 还不是一样 他也要尝受悲欢离合 对不对 那这样子你的思念跟喜爱 是不是就会变成对他的自顾 而不是对他的爱呢 所以说过去 常常看过一个扇书 就是说 一个老和尚 在看到一个新人结婚 他就摇摇头说 哎呀 居然有孙子去娶了奶奶 为什么 因为号称那个和尚他是有法眼 法眼就看到这个奶奶 因为很疼这个孙子 所以奶奶走了之后 他就投胎转世到小女孩身上 然后来变成他的媳妇 继续来照顾他 如果这个扇书说的是真的 我们不要去只有哪个扇书写的 这个其实是少得到的 但老师只能说 那个老和尚眼睛没有慧眼 为什么 因为你既然 你既然把他过去是跟现在是 是联合在一起 那这个本身 你就不是正确的一个思维 为什么 因为他的新生命是他的媳妇 而不是代表他是他的奶奶 这是两回事的一个状况 就像在一个家庭里面 我们像老师我同时是儿子 我也同时是别人丈夫 我又是别人的爸爸 对不对 当你角色不一样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应该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一概而论说 他是你的奶奶 然后变成你的媳妇 就是乱伦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说善书有些事情讲的是 一个写书的那个人 他自己的一个中心思想 不代表他是对的 像老师讲的对你来说 你可能觉得不是对的 那也是很正常 所以我们要尊重不同的存在 这个是我们要去理解的 所以说去世欺人 会不会从他成为子孙 有概率极低 因为基本上除非你有大功德 不然的话 其实你是不能选择 和你要去投胎的对象 知道吗 这个是不能的 有的人说 老师那个猫咪 不知道 或是狗狗有转世过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 你跟他约定在做你的小孩 你是害了他 因为他本来可以是做更好的生活 因为这只宠物 他可以有这个意念 请求管理的阎王大人 或是轮转店的神明是说 他可以去指定生在哪里的时候 代表他本身其实是够功德 而且他可以到更好的地方去 只是因为你跟他一个许诺 他变成你的小孩 他本来没事 就来这边犯错怎么办 他又要享受悲欢离合怎么办 他心又开始 有一些公平力度 影响怎么办 他原本当猫果当 他觉得只有善恋跟忠心 他可能只要把这个身份 稍微历练一下 把最后的最熟一下 从畜生转为 他现在畜生过比人好 他可以再提升他维度到 可能到往上走去 就会被你一拉 他妈拉到你的子女 然后后来你晓 你还可以打他 打他屁股 公愧血不好 对不对 然后还得逼他去写考卷 要怕他考不好 未来没出路 长大他还要受过 七情六欲的伤害 是不是 那就不对 这是不对的事情 所以说去世的亲人 会不会从来成为子孙 这概率极低 那你的猫猫狗狗 那你也不要去学 他变成你的小孩 这是极端自私的一个想法 当我们的思念 变成一个束缚的时候 这个就是夜的循环 这老师要跟你讲清楚 这是夜的循环 好吧 再接下来下一个是什么呢 人死如果没有被超度 会不会变成孤魂野鬼 这个事情很多人在问 但是老师没有每个都回答 这老师这里跟你回答一下 你有见过满地的一些鸡的灵魂吗 有没有满地的猪跟牛的灵魂 没有嘛 对不对 因为猪鸡牛 我们都吃 是不是 说他们没有他们的灵魂满地跑 对不对 所以说有没有超度 跟他会不会变成孤魂野鬼 那是两回事情 任何一个生命死亡 都有他回收这个能量的 这个灵魂的一个机制 有人说 老师我不信教 那是不是那些共和使者 就没办法带你走 或是我就不相信他 那他就没办法变成我认识的人 其实你认不认识他不重要 你认识他 他化成你 你所相信的宗教的生命 只是让你有倾泻感 事实上 他可以不管你 你知道吗 他想怎么抓你就怎么抓你 他没有再给你 没有再给你 在台语教 没跟你选到的 都没有再给你 给你五四三的 该带走就带走 只是化成你可以接受的样子 让你心情好一点而已 但是那个世界 对刚刚上司肉体的 给我们这个维度人 一个什么 一个体力 不代表他就是 他一定要变成那样子 所以说如果没有超度 他还是会有他的回收机制 那个赶以来的阴间使者 或是一些引导的天使 他们还是会来 那其实你超不超度都是一样 那超度最主要意思是 我们给这个往生者 无论是亲朋好友 或者是小孩 或者是父母 或者是亲属 那是给他们一个送行的一个机会 我们给他一个送行的机会 就是欢送会 算是一个欢送会 那代表送上我们的祝福跟思念 还有我们的一些功德给他 让他可以一路顺风 其实超度的含义是在这里 那当然有一些超度的状况 像老师过去三四年前 有办过我们的一个 那个英灵 或者其他的一些超度大法会 那这个东西老师都会强调 第一个你没有超度过的 欢送一次就可以了 没有给你一直欢送的啦 好不好 没有给你一直欢送的 那有些朋友不相信 今年超度一次 明年又报 那因为老师这个书文在写的时候 没有去查去年的记录 结果就发现拜拜办了一拜 去年穿了一个杀民衣服的小朋友 又坐在台下 我想说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去年超度过了 又被你招过来一次 我下令上面就会说 我下了这个通报令 那上面就会把这些相关的人 相关的魂就会请过来 然后我们就给他念经给他听 然后开始劝他 那就变成是说超度一次 那你又把他叫回来 再欢送一次 你毕业节你要开几次 小学毕业节你要开十次 不要超度一次都可以 最好是心上的时候 就是说他可能 可可能就是刚刚刚往生的 那你做超度效果是最好 或是他从来没有办过超度 那你也可以帮他办一个这个 那这个还是他的作用在 只是对方如果已经投胎了 太久了 我说实在 如果是比如说三五年以上了 你就不用办超度了 好吧 三五年以上就不用办超度了 该走也 该去下一个轮转 他也该下一个 我有哪一届去 我哪怕他堕落到地狱去 也是一样 他该去的话去哪里 你再敢帮他欢送 那能给他还是有限 所以就变得回向就好了 好吧 最好就是你心上一年内 你办超度是比较好的 那或者是你英灵 英灵没有办超度过的 那英灵是特别的 英灵是特别的 就是你没超度过的 你可以超度一次 那其他的 他已经成人的 那基本上你就不用特别办超度 除非 除非是那种 很特别的状况 就是什么呢 比如是说 他是天灾 天灾很大的事件 比如天灾 洪水 飓风 台风 山崩地裂 这种属于在这样子 有点算恨死的状况之下 或是重大灾难上升的 那你再帮他办超度 那那个就可以 但是也不要超过五年 就是心上事情发生了 一到三年内可以把他超度掉 那这个是给他一个欢送 也是给他一个 人两界之间 我们最后一次的联系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说没有超度 他不会变成孤魂约鬼 但是就是之后你就是用回向 那回向我们上一节也讲过了 我们就不说回向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 你自己做也可以找 别人做也可以 好 那个回向就算这些人都已经 都已经可能他已经投胎了 他还是可以收到你的祝福 他还是可以得到这些好运 或是这些福报 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好吗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六个就是给人拿到八次 会不会被人家施法诅咒 这个东西的谣言是哪里来的 我也蛮好奇的 当然了 这个应该是在农业社会的时候 大家传下说 你的八字跟出生日期不要乱给人 不然人家对你的八字动手脚 那这个东西能不能达到呢 拿八字去动手脚的 能够成功的概率几乎是零 好吧 因为每一个人他同时在同年同月 同年同时出生的人 多了去了 你下一个下一个什么福给人家 然后拿他八字 然后后来这个人就是怎么样 同名同姓的有很多 同姓别的有很多 然后那些人全部都被诅咒到 没办法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拿到八字 跟拿到身份证出生日期一样 那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他是不能因为你的八字 而去给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是错的 那个是错的 那个是办不到的事情 那连说老师不对啊 有人就是有些有些那个师傅 师工就说他就可以啊 他一定有其他的条件 他除了你要你的出生时间之外 他还要A跟B跟C的三要素之一 才能够去做 那这三要素之一啊 这个我不能讲 因为讲了就有人去做 好不好 讲了就有人去做 有人就是啊老师 我说到这个YouTube这个老师在讲 然后呢 我在网路上找到一些一些符咒 然后呢 啊他就需要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来试看看 诶 那是奶奶的 你没事没事 我告诉你 这种人非常多 我告诉你这种人非常多 就是自己学了这张符咒报仇 然后呢 找到这句话的八字呢 然后就开始自己画符咒 可以自己起一个小祭坛 然后开始做事情 我告诉你 一定会出事 百分之百会出事 为什么百分之百会出事 因为你招来的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就跟回到我们第一件事情 符法有没有用这件事情 是一样的 你请来这些 无论是Demo的恶魔或者是孤魂预备 或者是这些利语 或是什么样的一些超能量的人来 他凭什么要听你的话 你拿什么奉献给他 你说我什么都可以奉献出去 你怎么支付啊 你怎么支付啊 每个人都说 我爱你说 我为你赴汤倒火 请问赴汤倒火 汤在哪里 那个岛在哪里 火在哪里 没有嘛 为你上岛山下油锅 岛山在哪里 油锅在哪里 讲讲很容易 你要做得到啊 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怎么去支付呢 对不对 不要说我能付出什么事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支付 那么人家来 他就用抢的 我告诉你 在他们眼里 你根本就是一个蜘蛛餐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 请你去办事 他就可以把你当蜘蛛餐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就讲一个很实在的 你没有像我们这个行业 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你没有跟老师的话 你到后面 你可能就需要 是说你要去给自己很多的调试 但是你跟过老师 老师会告诉你 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所以说你不要去 自己去做这些 那些什么画幅 什么事情 那个一定会忍去做 我先警告你 不要去做 所以说让别人拿到八字 他也做不到什么 因为他在做的时候 他自己就遭受到伤害了 那有没有可能 他会这方面 拿到你的八字 然后又拿到ABC 塞要素之一或之二 他就可以成功了 回到第一点 没有那么容易成功 也没那么容易成功 因为他支付的代价 首先他需要打标 那每一个人 他身上能量高低不一样 所支付的代价也是不一样 就拿老师刚才讲的 明太祖朱元璋 跟他儿子Judy Boy 他们两个是天皇 就是皇帝 皇帝他的能量是最强大的 所以你根本对他没办法怎么样 他说你百姓 你就可以伤害 也不行 因为做法的那个人也是百姓 他跟你一样是同位阶的 甚至他可能还被你第一阶 为什么 因为他早上消耗 他可能还被你第一阶 那你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好人 那你能量比他还强大 他伤害你之前 他搭上自己的命都还不够 都还不够 所以他就不会去能够完成到这件事情 那时候有人是跟他讲 有人说下什么和和服什么东西 这个是有的 这个是有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是非常少 而且也不容易成功的 因为他的要件太多 加上这个世界上 这个社会上 其实要去迷惑容易是 迷惑的空间是不多了 迷惑的空间是不多了 所以就是说 现在服法能够发挥效用的状况 其实是有 但是呢 那个功率会下降 功率会下降 这应该跟科技是有关系的 因为精神没有容易被迷惑 人没有那么容易恐惧 就是对于这些 这些你可能不太了解的事情恐惧 至少我们可以google或百度嘛 对不对 所以他拿到八字 会不会被司法诅咒 这个基本上是没办法的 他也还必须要三要素之二 他才能够达成 不要问老师为什么 我不会跟你讲的 好不好 我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夸张 但是我不能够告诉你怎么去做 只是只拿八字是没有办法的 他也需要其他东西 那其他东西你是不容易取得的 好吗 不容易取得的 然后第七个就是说 老师有人是说 打小的这个有没有效果 打小的那个东西 基本上在香港那边传出来的 他基本上就桥下的一个 卖金子的那些Apple 他就只是做这个东西 去打给人家爽的 打给客人爽的 因为香港嘛 你知道过去他的工作压力就很大 他基本上是打给人家爽的 打小的这个状况 基本上是没什么用 就是你 你要是说 老师我就好像有感觉有效果 那是因为你心情扩大了宣泄 所以你就觉得 对方就要发生一点事情 你就觉得很有感觉 这个是心理学的一个范畴 他是一个投资 基本上打小的这个事情 是基本上是办不到的 打你谁人嘴啊 打吧吧吧 那他拖鞋去打 那个是办不到的事情 好吗 还有些问题 最后一个时间关系 我们讲最后一个 老师你的推背图什么时候去更新 对了 我知道 推背图是要更新的 我本来想说这一集是更新推背图 但是推背图后面的事情 因为他是进入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跟我们现在的文明已经切换了 所以说老师还没有拿进主意 是不是要讲 因为讲的各位没什么感觉 我不能像名嘴一样 讲一天到晚把 把随便拿这个对现在的实施 你看这个像就讲他 开什么玩笑 那不行这样子好不好 那不行这样子的 所以老师考虑一下 基本上要讲的话 也可能一次讲两三项 那可能按照这样的模式 可以讲两三项 那 你各位就比较难有感 因为他是另外一个文明的事情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灾问的一个系列 那上次没有解答完的 我们就把它解答 那各位有什么问题的 各位可以这样私下跟老师去 微信或是line来问 然后老师有机会 我们再看下关的节目 然后给大家回答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